HELLO 各位公民新聞平台的朋友們大家好 秦林今天的裝扮是不是很不一樣呢 今天是PEPPO公民新聞平台2012第一場年度活動的舉辦地 我們要帶大家來到的是清華大學的歷史集 可以看到在我背後這一個一個的攤位 他們都是來自於在地的小農夫們 他們重視生態用最自然的方式來種植作物 而今天呢我們的第一場活動就要帶公民記者朋友們 我們一起來新竹的歷史集大家一起踹拍 2012PEPPO踹拍活動第一場的舉辦地點 在新竹清華大學校園內的竹蜻蜓 歷史集 每個月的第一個和第三個星期六 結合在地的農友們傳達他們堅持低碳友善環境的理念 而竹蜻蜓綠市集的發起人王俊秀老師 也正是我們的公民記者居竹王 HELLO 再次親一下我們的 好 好 好 對 這是馬來西亞還有堂商品 所以這個都是你們到各地去當志工的時候帶回來的 對 然後再募款再去 這個意思 國際志工隊的學生們透過來自各國的特色產品 分享愛與關懷的理念 也有許多在地的農夫們運來自家用心耕作的食物和產品 而很特別的是 在每個攤位前都有一個不同的數字 這是20公里 15里程 低碳15里程 我們用這個方式來推動說 就是那個生產者到消費者的距離 越來越短就代表我們越來越環保 在地生產 在地消費 這樣的環保裡面獲得很多人認同 律師集開辦兩年多來 吸引越來越多人到這裡買菜 也和身材的農夫直接面對面接觸 刷檔說 那真正的野菜 他吃起來也是冬夫的 留著胡子 這位在自家農園耕中已經有20多年的農夫老闆 來律師集不只是賣菜 也透過活動 傳達出自己愛土地的生活態度 不是 我的菜是少量多樣 我的農場是 一般來說食物鏈很完整 包括生態 青蛙 蜻蜓 螢蟲 或者是草菱那些我都可以 我把我的這個魚 還有那個生態帶來給你們看 譬如說裡面就有三種青蛙 一種那個蜇蛙 一種那個蟾蜀 還有另外一種是貢格蛙 因為這裡面就有三種 這個是蓋斑豆子 因為我不只是種植子 我把生態都找回來 逐漸逐漸的蜂 用心耕種 希望讓你吃件最天然的食物 這樣誠懇的心意 前來律師級的民眾 都能感受得到 就一開始的那個想法是說 就是帶小朋友出來逛一逛 然後再來就是同事跟我說 這邊有那種就是 比較自然健康的那個蔬菜 這樣 我想這個對小朋友也比較好 所以就 就會過來這樣 對啦 除了在地農夫帶來各式各樣 天然環保的產品 在清華大學的律師級 還有很不一樣的攤位喔 小姐這個多少錢 這個我們沒有定價 就是 就是看你們自己想出多少就知道 由清華學院的學生 組成的二手物跳蚤市場小組 讓商品沒有價格 卻能找到自己的價值 那我們主要是在這裡擺在是 我們要跟師生募集一些資源 像是請示啊 或是老師或教授的東西 那我們擺在這邊是希望可以藉由 跟民眾一步一步交換 或者是 他們如果沒有帶東西來的話 我們可以希望他用衣賣的方式 那我們主要衣賣走得會 捐給一家桃園的藍尼褲和樂 輕鬆的音樂聲 休閒幼宅的氛圍 湖畔媒體旁的律師級 讓民眾用五官感受 友善徒弟環保自然的美好 觀光律師級每個攤位都有各自的故事 而這正也是讓參與的公民記者 好好發揮的機會 接下來就要看他們怎麼大顯身手囉 大家一起拿起自己的照相機攝影機 走出戶外一起踹拍踹拍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當天的活動紀錄 踹拍踹拍PayPal公民新聞平台舉辦的 公民記者聚會活動 要大家拿起攝影機走出戶外 一起來到清華大學的律師級 一連幾天的英語 老天爺上臉的給了個好天氣 讓報道的公民記者都帶著好心情 等待挖掘更多的在地故事 活動現場有老朋友新朋友 甚至也有從高雄屏東遠道而來的公民記者 大家互相認識彼此分享參與公民新聞的想法 PayPal也提供簡單的攝影教學課程 教大家拍攝的小PayPal 而活動的重點就是要讓各位公民記者 拿著自己的攝影機照相機 親自去拍攝公民報道 跟著音樂聲公民記者阿伯拿著自己的新手機 一下蹲滴一下繞著演奏者拍攝 另一邊也看到公民記者大姐Lotus與Tinari 專注拍攝客家歌手阿長的演出 而這位擺攤賣神仙茶的老伯伯 在公民記者的採訪下 更是將自己的寶貝盧鼠佳珍地以一介紹 原來他可是為厲害的公益師傅 好重重喔 真可憐 透過公民記者的鏡頭 律師集中的故事正一個一個的被挖掘出來 我今天第一次來參與這個活動 不過我覺得很踏實 而且很愉快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說 希望有更多的市民朋友們 能夠一起共襄盛擊 來參加我們PayPal的這個活動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活動 太常來律師集了 你有點類似 他是自己的廚房 騎廚房那種心情 所以他變得 你已經很習慣他的存在 而且什麼人在做什麼事情都很清楚 那變成你就不會去注意到他的一些變化 但是透過你們的分享之後才發現 其實有很多點其實是 自己平常沒有注意到的地方 對 我覺得那個部分還蠻棒的 難得有機會 公民記者聚在一起踹拍 當然也要交流分享一下囉 這個畫面是 他可以互相學習 對 而且有問題的 我們可以還請教 像剛剛我跟那個JWO 他說為什麼我用這個東西 他放上面 放下面 為什麼聲音都是怪怪的 我們可以互相研究 然後有些地方可能不懂的 我們也可以一起去訪問壯膽 互相交流 彼此分享 雖然拍攝的是同一個活動 每位公民記者 卻可以透過自己的鏡頭 來報導自己有興趣的議題與故事 今天在清華湖畔的竹蜻蜓 律師局 非常的公民 也非常的記者 那也 一下子沒有那麼多的 記者 曾經蜂擁而至 來這邊做一些 採訪的 練習的工作 所以今天的氣氛是非常的公民 也是非常的記者 那麼我們這個律師級主張是價值來取代價格 所以顯然 他們在報導的過程裡 有看到一些當生命相遇的感動 也包括了 除了有農作物的銷售以外 也發現有很多理念攤位的出現 而另一頭的教室內 國民記者阿Ben 專注的看著電腦螢幕 移動著滑鼠 已經在做著剪輯的工作 原來是PayPal出了個考題 希望他立刻將剛剛拍攝的影片 做成報導 向大家示範分享 他的2分30秒精準報導風格 真的很厲害 阿Ben的即時報導 讓在場的公民記者們感受到 一場活動也可以用非常有效率的方法 來做報導 公民報導並沒有想像中困難 透過大家一起揣拍揣拍的活動 參與的公民記者 體驗一則公民新聞 從拍攝到剪輯後製的完整產出過程 收穫滿滿 這幾天陸續在PayPal公民新聞平台上 看到當天參加新竹律士級活動的 公民記者朋友上傳他們當天報導的作品 雖然拍的是同一個活動 但是他們各自有不同的報導風格 也發掘出了特色的故事 真的很棒 而接下來PayPal公民新聞平台 還會陸續在苗栗 台南 台中 宜蘭 台東等地 舉辦TryPay的活動 我們歡迎有興趣的公民記者朋友們 隨時注意我們的活動訊息 上網報名參加 而今天節目的最後 我們就來看看 新竹TryPay律士級 公民記者的報導基金 清華大學有一個竹蜻蜓市級 每三週的星期六都有這樣的活動 新私有名 現在是由防備的防護協會開始發動 現在是由防備的動作 還會現在的聲音 跟隨時進行 衝發迷惟諾 唱起這首安心的歌來 是苦中就樂 速度 這是九十四歲的老公公寫的符字 通通符在前面 符滿的就是這個東西 這是我開班的 這個銅丸是比較 他們玩的是比較機械式的銅丸 就是有一些齒輪的東西會在裡面 然後跟外面的銅丸比較有區隔 玩具不只是玩具 玩具是有記憶 歡迎到竹琴田律師級 這個律師級已經兩年半了 在那個過程我們發現 讓消費者遇到生產者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這個也是要凸顯我們的糧食主權 要搶回我們的糧食主權 然後希望我們在糧食上面 能夠更接近我們的土地 所以竹琴田律師級歡迎大家一起來 現在政府都要把我們契斷徵收 我不願意讓那個很優良的農田 被棄亂徵收 所以在這裡站出來 讓大家共同來努力 把這塊的農力保留下來 你好我們是青大貝里斯國際資工廠 我們今年初夏 我們要到貝里斯當地進行電腦教訓 我們希望透過電腦教訓 可以打開這個世界看到這個世界 也希望藉由課程的時間 和我們一起藉由訪論 你們的土地是來的 這些孩子可以繼續升學 今天賣的土地都會拿來做交通費 或是幫助當地小孩印他們的課本 然後一點顧及電腦教訓 然後一點顧及電腦教訓 我要一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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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夢中回來 一點一點把夢中回來 一點一點把夢中回來 一點點的一一點點的總他總轉來 一點點的總本地轉來 小朋友來少借我一下 一二三四二二三四 好 讓住了 歡迎各位來做一些訪問 所以這是我以上的報告 再一次歡迎各位公民記者的好朋友們 大家一起來守望台灣的環境 讓台灣可以更好 各位公民記者的好朋友 按訂閱 Eh, 嘿, 再也快點 各位公民記者的好朋友 大家今天來做綁得